请不吝点赞 小兄弟 你有什么事 我路过此地 借天色已晚 欲在贵府借助一宿 请通报伤丞相 你叫什么名字 你把这拿给伤丞相 他看了就会明白 你等等 父亲 喝杯茶吧 老爷 门外有一少年投诉 他不肯说出名字 说是老爷看着香囊就会知道了 是他 是大王子 我去看看 老丞相 大王子 怎么你 老丞相 我 进去说 去吧 母后死得太惨了 可怜她死不瞑目 大阿姬这个妖妇也太狠毒了 就是千刀万剐也抵偿不了她的罪孽 大王子 你别太难过 王子 你先在这休息两天 我一定用快马把你送到江桓楚 你外祖父那去 谢谢老丞相 父亲 让王子先去休息吧 走 父亲 您还在为王子的事担忧吗 清君 王子乃是一国之储君 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得保住殷伤这点血脉 可是 您已退隐田园了 朝中的事还理他做什么 父亲 您不是说过 如今朝政腐败是非颠倒 既然已经不是朝廷中人 何必去引来是非呢 清君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我受先王恩典 岂能苟且偷安 可是 那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人逢乱世 生与死 又有什么分别 我虽然人在家村 难道能眼看着王子流离受苦吗 父亲 为父的一番心意 孩子 你可明白 好吧 王子奔波了一天也该饿了 你快去做晚饭吧 还有 吩咐家里所有的人不准泄露王子到这来的半点消息 原来是老丞相的府邸 我们就在此借宿一宿 走 有人吗 来 王子 吃 吃 好 有人吗 有人没有 那是朝雷 他追来了 你先去避一避 我来打发他们 清君 带王子进去 父亲 你可千万小心 好 我知道 来 好 给他们开门 老丞相 朝雷朝将军 深夜到此有何贵干 末将乃奉带王之命 集拿两位王子回宫 露经此地 要在此借宿一宿 请老丞相行个方便 只是相居简陋 难以招呼各位 况且我府中只有几个老弱妇虏 恐怕不大方便 末将不便打扰 请问老丞相 可曾见过两位王子经过此地 老夫终日在家 没见过两位王子 老丞相不要相瞒了 王子的信物在此 这香囊就是英交之物 王子 把王子请出来 老丞相 物证在此 清清姐姐 我很害怕 王子 别害怕 我父亲会对付他们的 别怕 父亲 怎么样了 那朝雷看见了桌上的香囊 他已经知道王子在这了 这 那可怎么办 事到如此 跑也跑不了了 这样 不如你先跟他回去 见了大王再说 父王听信 打击缠眼 定会把我杀了 你别怕 我随后就到 上朝面君替你平礼说情 父亲 朝中奸人当道 你明知山有虎 又何必向虎山行 清君 今日王子有难 我不能不救 可是 代王性情乖利 你上今觐见 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老丞相 因交一条命实在没什么大不了 我不想你为我冒杀身之祸 我去了 不 王子 我就是肝脑涂地 也在所不惜 末将特来恳请王子回宫 朝雷 你私床内宅该当何罪 老丞相不必生气 我们只是奉王命而为 朝将军既是奉命来拿我的 我自会跟你回去 王子 请 王子 老丞相 清君姐 我走了 王子 王子 老臣随后就到 朝将军 我可把王子交给你了 老丞相放心 告辞了 父亲 您真的要去朝阁 我就是死 也要保住两位王子 可是 如果你要有什么不测 我和你 要 清君 生死有命 不要悲伤 倘若我有不测 魂断朝歌 那你和你的母亲 就到西齐去安身吧 西伯侯以仁德治国 你们在那儿 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你干吗 父亲 父亲 王兄 王兄 皇兄 皇兄 为何 我以为你能安然逃离 谁知我们都被擒了 母后之丑 我们不能报了 是啊 母后死得太惨了 武成王 两位王子 武成王 看来我们兄弟俩性命难保了 王子 王子 我们满朝文武定会替你们求情的 哥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各位失陪了 我们要向代王赴命去了 恭喜两位将军 你们抓王子有功 杀王子有赏 你们这两个匹夫善恶不分 你们才是该杀的人了 对 千刀万挂 难尝其咎 快去 带王 带王 臣等已抓回两位王子 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臣告退 带王 你打算何时了结这两个逆子 带明天审问清楚 再说吧 依我看 事不宜迟 再拖下去 恐怕大臣们会多生事端 你下不了手了 古人说虎独不食子 他们是我的骨肉 你既然心疼儿子 就把我送回几州好了 留在宫里遭人怨恨 你那两个儿子 说不定哪天就把我给杀了 大吉 你这又何必 带王 你是要你的儿子还是要我 你就决定吧 带王 留下你两个儿子是个祸根 他们要为王后报仇的 好 传令下去 把那两个逆子拉出去 礼计斩首 各位 今日两位王子的性命全在我们的手上 大家想想办法吧 是啊 我们务必要保住两位王子的性命 大王有令 两逆子既已旧情 无需见驾 押出去斩首 快明中古 我们要见代王 对啊 王叔 老丞相 你们几股明中是为了何事 为了两位王子 带王真的要杀两位王子 我去面见代王 老丞相 你 就是拼了我这条老命 也要救两位王子 好 我陪你一起去 我也去 老丞相 我们也去 老丞相 你们是外臣 不得进宫 就请在此等候吧 对 走 快去 老丞相 后宫之地怎么能随便乱闯 是谁如此大胆竟敢穿便服来见我 老臣商荣 你既已辞官 离开朝廷怎么乱闯禁地 你知罪吗 我听说带王杀害了王后 又要将两位王子斩首 作为老臣特冒死前来直戒 我不要听 退下 带王 商丞相围观多年 忠心卫国 群臣敬仰 带王且听他一言 臣等不胜敢明 嗯 那好 你说吧 带王 当今天下民生极苦 而带王却毫无利民之意 朝政紊乱 不敢三纲禁绝祸乱已生 望带王以成汤遥顺为敬 修行仁义整斥朝纲 不敢三纲则天下兴慎万民兴慎 够了 尚容 不敢三纲 带王身为异国之君 岂容你当面之责 什么三纲禁绝 祸乱已生 言下之意 你是指带王不仁不义了 我一片担心自有苍天可见 用不着你来搬弄是非 俗大鸡 自从你进宫以后 害王后杀王子多行不义 你才是祸国殃民的大罪人 尚容 戴王 你看 尚容 你好大的胆 达稷现在已定位一国之母 岂容你出言羞辱 你今天所作所为已是死罪 戴王 尚容 尚一心未果 请戴王念在他三朝元老份上 格外开恩 我今天不杀他 难凭心头之恨 来啊 在 备刨落 是 大王 你偏信苏达吉蛊惑 君臣大义已荡然无存 锦绣河山已被你糟蹋不堪 你怎么对得起先王 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给我行使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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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乃三朝元老托孤大臣 谁敢拿我 老夫年迈死又何惜 大王 先王 先王 我不能及时劝阻这个昏君 辜负了你们的嘱托 你怎么做 我 我有愧 我有愧 先王 老臣商榮 来了 老臣相 老臣相 把她的尸体扔在郊外不许埋葬 我叫她死无葬身之地 大王 下去吧 奉大王令 不许 中公二王子擅杀刺客姜桓 为母消灭罪证 事发后又持剑进攻 妄图行凶 罪不可恕 国法难容 力斩 行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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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禀告带王 快去禀告带王 快 去禀告带王 老丑相 带王怎么说 商榮老丑相呢 他壮助自尽了 一身寻过 两位王子危在旦夕 我们怎么办 两位王子 王子 王子怎么了 王子被一阵狂风卷上天了 真有此事 是我亲眼看见的 苍天庇佑 只要两位王子不死 乘堂又忘了 感激上天不就我乘堂一脉 感激上天 气死我了 他们竟敢如此的辱骂我 带王息怒 我们杀依景百 谁敢骂就杀 看看谁还敢造反 你就知道杀人 我们用尽了酷刑 也押服不了这些逆臣 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愤怒 可是 带王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你们如此慌张出了什么事 带王 刚才一阵大风 把两位王子刮跑了 怎么回事 刚才一阵大风把两位王子刮走了 竟有如此怪事 这祸根不除 日后必有大患 好端端的 怎么刮起了大风 又怎么能把人刮走 这个 陈腾也不知道 刚才天色还挺好的 可突然间就 忽然乌云遮日 风云变色 是有妖孽在作祟 说不定朝中有奸臣 奸臣 多谢道长救命之恩 王子不必多礼 这是你们命不该绝 我又怎么能见死不救 那我们现在到哪儿去 九仙山 师叔 弟子早已恭候多时 原来师兄神机妙算 早就知道我要来了 师叔请 跟我来 来 来 这边走 师兄 师弟 请 师兄早就都知道了 这位是我的师兄广成子 是位得道之士 我带你们来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拜在我师兄门下 两位王子 你们愿意吗 徒儿拜见师父 徒儿拜见师父 好 好 你们既然与我广成子有缘 我自会好好教导你们 你们就好好地练功 他日助你将师叔成就大业 是谁 紧追师命 大王 现在江王后已死 两位王子又不知去向 如果这事让东伯后将还楚知道了必生异端 什么 他们竟敢造反 大王 依我看 他们很可能联络各诸侯进兵朝歌 进兵朝歌 只要我们先下手为强 先把他们制服 他们就没有机会造反 那么我们该如何先下手为强 诸侯群臣间 以东西伯侯为首 只要我们先把他们两个除掉 诸侯群龙就无首 这法案就造不起来了 好 我把他们先调进朝歌 叫他们永远也回不去 对 对 大王要你连夜进京 究竟有什么事 而且要你马上动身 什么事这么急 不是说有国事相商吗 对 父王 这只卦怎么说 此一去凶多吉少 不死也得经历一场大难 对 明知朝歌有险 父亲可以不去吗 大王令下 不去就是欺君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 父王此去朝歌必然多灾多难 不如让孩儿代付前去 你 你 西齐不能没有父王 要是有灾有难 就让孩儿承担 你去看吧 我依靠一片孝心 微父知道 但是我去朝歌的决心已定 你们弟兄俩 只要治理好西齐 我命细于天 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父王 不必多说了 但愿父王此去能够多加小心 转祸为福 老爷 你这一次去朝歌的路上 天气越来越冷了 你要寄进嫁衣 千万保重身体啊 夫人 老夫自会照顾自己 你就不用担心了 今番此去 我是命中注定有节 还不知何日才能回来 老爷 老爷 不过你可以放心 我会平安回来的 我们的孩子 就要靠你 费心教导了 不依靠忠孝仁义 申明治国之道 好 法儿有文武之才 也是善良中之之辈 就是那不安 好胜心强 自负而又不思进取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呀 你放心 你放心老爷 我自会好好地教导他们 一定教他们做人处事 都要以他的父亲为榜样 老爷 我总觉得 你还是别去吧 不要离开我们 好 夫人 为人臣者 要忠于君 敬于民 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既唱我 一生顶天立地 从不退缩 夫人 你就别 老爷 那你千万保重啊 我就要上路前往朝歌 西齐大业交由博一考主理 是 南宫师散医生 你二人欲中文武辅助博一考 一切以西齐万民为先 知道吗 是 举发 父王 从今天开始 你要好好辅助博一考 治理好西齐 务必是西齐的黎民百姓 安居乐业 生活富足 为政者主要就是幽民 还要尽尊父王的教诲 父亲 我呢 我也可以帮助治理西齐 博安 你还小 还向你二位哥哥学习 听从母亲的教诲 你的事情 带我回来之后自有安排 王叔 王叔 你说呀 父亲为什么只看中两个哥哥 偏偏不把我放在眼里 就是 他只知道你年纪小 老是不给你机会试试 他怎么知道你就做不来 我就不信 博一考核计方 就比我强到哪里去 博安 依我看 你就趁你父亲不在的时候 趁机夺权 你是要我造反 还不是叫你造反 只不过 是把博一考的权势夺过来 有你亲自管理西齐 等你父亲回来的时候 看见西齐治理的头头是道 就知道 你才是三个儿子当中最棒的一个 你想想 我的话没错 都是为你好 请 停 快下雨了 赶快找地方避雨 侯爷 天色甚好怎么会下雨 不 雨马上就到 前面 快 走 快走 庆祝侯爷先进 我们才能避过这场大雨 否则可就狼狈不堪了 雷过声光 定有降星出现了 有降星出现 哪来婴儿啼哭啊 是 赶快找一找 是 走 应该就在这儿 你看 那儿不深 那个碰手 太可爱了 侯爷 你看 一个小孩子 老夫命中该有白子 现已九十九 如今有了他 正好应了白子之兆 天意 真是天意 西伯侯 拼道有礼了 请问道长法号 拼道乃中南山玉柱洞 练气室云中子 刚才雨过雷鸣 刚才雨过雷鸣 雷声光降星出现 贫道特来此地方寻 近日得与侯爷真是有缘 有缘 你所说的降星是否就是他 正是他 贫道斗胆请求 好 我欲将此婴孩带往中南山收为弟子 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道长有意栽培 那当然很好 只是他儿与孩儿相见 以何为正 这荣耀 雷过现身 我们就叫他雷震子吧 雷震子 好 就叫他雷震子 西伯侯 你终于来了 东伯侯 你比我来的还要早 我一接到带王令就匆匆赶来朝歌了 你可知道带王为什么要传我们进京吗 这我也不大清楚 侯爷 你见过你的女儿江皇后了吗 还没有 准备明晨一早去朝见 来京之前我倒是为自己补了一刻 怎么样 吉凶如何 有凶兆 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 侯爷 二位侯爷 二位侯爷 吴城王 你的脸色不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东伯侯 究竟怎么回事 这 吴城王 有什么事就请你直说吧 你怎么回事 带王受了打击的迷惑把将王后给杀害了 为什么 他妈 他们说将王后派人行刺带王 谋夺王位 王后是被他们挖去了一只眼镜 跑落双手而死 王子 死得好惨 我的女儿 带王还要追杀两位王子 行的 皇天保佑 两位王子在法场上被一阵怪风卷走 至今生死不明 惨无人道 从古至今哪有这样陷害郑公娘娘的事情 王后如此贤德 侯爷 怎么会行此待望 东伯侯 我要待望还我女儿 侯爷 你个清白 被子无辜裂开 不祥执照 侯爷 千万冷静点 记上伯侯 你替东伯侯再补一挂把 看看有什么办法 取其避凶 怎么办 怎么样 大雄之广 无法可解 江宽初 你买凶杀军 企图篡斗王位 你可知罪吗 我江宽初 我受戴王重恩 一向忠心绝无异态 我女儿位居正宫 母仪天下 你却要诬陷我女 你良心何在 天理何存 放肆 来人 拉下去跑路 戴王 东伯侯一时激动才会出言冒犯 请代王恕罪 意图篡位 罪大难饶 我绝不能恕 昏王 你听姓谗言 杀妻叔子 袍罗大臣 天怒人怨 城堂的江山就要败在你的手上了 拉下去 行使 昏王 昏王 请代王收回成命 请代王收回成命 你们 昏王 你不仁不义 不配做一国之主 不配做万民之王 东伯侯 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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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身亡治国 以仁治天下 这天下才能太平 如今代王你 臣免于酒色 多行不义 再这样下去 明必离国必亡 代王 大胆即唱 你竟敢辱骂于我 今天我不杀了你 难以为心 来了 把他拉下去 是 不 代王 代王 季昌一向忠心 绝不敢轻无代王 请代王民间 代王 季昌与江桓处乃诸侯之手 如今江桓处已死 若代王连鸡昌也杀了 恐怕群龙无首 就难以控制了 我铁桶江山谁敢造反 臣等愿以性命作报 求代王 求代王输西伯后直言之罪 求代王饶西伯后一死 代王 西伯后乃张仁君子 治国有方鞠躬之位 纵是有错 还望代王面在他为国履历功劳 饶他一死 怎么 你也替他求情 请代王开恩 先顾切把西伯后放回西齐去吧 好吧 先射了鸡昌 代王 代王 代王息怒 代王息怒 非诚 你明明知道我要处死鸡昌 可在朝上你偏要帮助笔杆黄飞斧他们替姬昌说情 代王 我若不顺应一下 只怕会引起功愤 难道你要我放过姬昌不成 代王放心 刚才我们那一招只是个缓兵之计 代王可听过一句欲擒先纵 你有何良策 我们尽管让姬昌回去 臣自有办法再把他抓住 叫他背上另一个罪名 那姬昌就任由代王处决了 多谢各位大人为我送行 姬昌今日能幸免于难 全靠各位大人拼死相救 我实在是 西伯侯 西伯侯 今天你应该高兴 来 让我们一起喝 好 来 我们喝他个一醉方休 干 干 来 来 既然代王有负与侯爷 望侯爷以江山社稷为重 不要耿耿于怀 必该王叔放心 带王不杀枕 我是莫齿难忘 侯爷 您顾全大局是令人钦佩的 来 我再敬您一杯 好 来 请 来 我也敬您一杯 不行了 再喝 我真的要醉了 这里好热闹 费众来迟一步 还请各位多多见谅 请侯爷见谅 来 给侯爷针酒 好 这杯酒算我费重为您送行 来 干 好 再来一杯 不 好 我已经不胜酒力了 只能兴领了 既尝我还能活着回归西齐 也全靠费大福了 这杯酒 那就庆贺侯爷回归西齐一路平安 来 我先喝了 好 好酒量 齐长兄 听说你的卦算得很准 真有此事 我的卦 那是神农福喜传下来的 能定人士之吉凶 那吉凶一定算准了又有什么用 事先知道了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但是屈吉避凶是转为为安 大家都说当今代王做事有些博欲常理 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你何不替代王算上一卦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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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能去记避凶转为为安吗 来 来 来 算 算 怎么样 这个卦象可就不大好说了 这里没有外人 从卦上看 代王可能不得善终 那么还有多久 愿神明化作那朵莲花 功名的路全抛下 让百事穿梭 让百事穿梭 神的小偶遥 我被之虚独占 世间潇洒 愿神明化作那朵莲花 功名的路全抛下 让百事穿梭 神的小偶遥 我被之虚独占 世间潇洒 告别 不休的争战 告别 不休的厮杀 告别 不休的争战 告别 不休的厮杀 用血泪换一个千古神花 千古神花 千古神花